近日中心社记者受邀赴朝鲜参访 正值朝鲜最盛大的节日太阳节 记者在位于平壤的三池渊管弦乐团剧院中 观赏了一场由三池渊管弦乐团演出的 庆祝太阳节的音乐会 当天的音乐会上 演员们共表演了我们的领袖 思念将军 世上无所限等十多首曲目 记者现场看到 在布满浮雕 以金色和米白色为主色调的剧院内 七排持座 一层九排座椅 以及二层的二十九个包厢 共一千两百余席 约有八九成的上座率 观众席上的观众 大多穿着传统朝鲜民族服饰 也有穿着西装等正装 听到兴起时 他们还会挥动手中的花束 双手打着节拍与歌手互动 为表演助兴 演出期间 一名男歌手应观众要求 将一首高亢欢快的曲目 接连唱了两遍 赢得观众振振喝彩 羡慕时观众长时间的鼓掌 喝彩并给乐手及歌唱家们献花 随着表演结束 观众有序离席 在一层大厅的服务台前 不少观众正依次领取 在剧院中拍摄的相片 以作留念 据朝媒报道 三池温管弦乐团成立于2009年1月 140多人的乐团 由80人的管弦乐队 以及合唱团成员 歌手和舞蹈演员构成 主要来自三池渊乐团 牡丹风乐团等六指七个朝鲜艺术团体 其前身为万寿台艺术团供需 女契乐重奏组 主要演出风格轻松 贴近生活的交响器乐 音乐小品 最大特色是服装时尚 台风新颖 乐团名称 源自朝鲜东北部的三池渊郡 作为革命战基地 该郡的冒风国际旅游特区 是朝鲜着力发展的 两大观光地之一 2018年 三池渊管弦乐团 成为朝鲜对外文艺交流的主力军 2018平昌冬奥会期间 三池渊乐团赴韩国进行了两场演出 两天内 15万韩国人封抢1060张门票 据悉 这是朝鲜艺术团自2002年8月的民族统一大会之后 时隔15年零6个月 再次在韩演出 位于平壤普通江畔的三池渊管弦乐团剧院 是由此前的牡丹风杂技剧院 依据现代建筑音响技术改建而成 剧院总建筑面积三万多平方米 由1200余席 完全不使用扩音设备的圆形音乐厅 以及录音室 创作室 训练室 化妆室等组成 剧院总建筑面积三万多平方米 剧院总建筑面积三万多平方米